加拿大数百场野火产生的黄色烟雾 笼罩在美国大片地区上空 有可能使数百万人呼吸困难 并连续第二天扰乱航空旅行 美国国家气象局将东海岸从新英格兰 到南卡罗莱纳州 以及中西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警报再延长一天 6月6日下午抵达该地区的黄色雾霾 纽约、华盛顿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 被建议待在室内 他们戴上口罩争先恐后的购买空气净化器 以保护自己 雾霾和低能见度导致航空官员 周四早上连续第二天停止 从东北部、大西洋中部地区和俄亥俄州 飞往纽约、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班 根据瑞士科技公司运营的网站 在世界主要城市中 纽约周四上午的空气质量再次最差 空气质量指数读数为185 不健康 底特律以154的读数排名倒数第三 圣续第二天停止 通论中的缀 能订阅吗 顺约周四来学习馆